嗨,小朋友,今天要来跟你们介绍一种球类运动 它的名字叫排球,我们开始介绍排球吧 排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运动 它需要六名球员在场上互相合作 通过击球,将球传送到对方场地并且赢得比赛 你们知道排球场地是什么样子吗? 它有特定的尺寸和分界线 让球员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比赛 每个球员都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 例如举球员负责起球,攻击手负责进攻 接应手负责接球等等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技巧是如何发球 这是比赛中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发球可以控制比赛节奏 并且给我们赢得比赛的机会 接下来,我们还要学习如何接球和传球 这是排球比赛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因为它可以确保球队的进攻和防守都非常稳定 最后,我要强调的是 排球是一种需要团队合作的运动 每个球员都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力发挥 互相支持,沟通和协作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学习排球的过程中 培养团队意识,并且享受这项有趣的运动